我都不想工作,我都不想休息 我只想忘记,然后我忘记 我已经知道爱的香蕉 所以说今天我就选择了四款香蕉的包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别是香蕉的牛皮和羊皮 还有Le Boy,还有最后一个是Gabriel流浪包 希望如果你也在考虑入手第一支奢侈品包包的时候可以有一点点的灵感 这款包包其实就充分体现了Coco Chanel的这个品牌价值 就是那种独立自主女性的那种感觉 这应该是很多年轻女性的首选啦 我选择的是酒红色的 他们家的Le Boy其实有特别多的颜色和特别多的皮质 而且有很多是当季款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入手Le Boy的话 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每年不同的这个款式 直到遇到你真正心仪的在下手 其实也不值得 首先我个人很喜欢它的一点是它的这个链条的设计 它是一种金属搭配皮革的设计 就要看上去特别的有层次感 它不是单纯的用这种单皮革的链条 单皮革的链条会让你感觉就是太过于的女性化太温柔 但因为它是Le Boy 所以说它要加上了金属的这个质地 看上去就是特别的帅气帅真 单肩背它的时候就感觉做是雷厉风行的那种 如果平时我们是出去逛街啊什么的 就建议大家是斜块来背 它的长度也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刚刚好 正好到腰间的这个位置 我很喜欢它这里的设计 它有点像那种积木的感觉 我们就是这样子把它就打开 也是有一个双C的标志的 里面呢它是没有任何的隔层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体的 你可以把你的口红啊手机啊 包括一些要补妆的粉饼啊都放在里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的容积是比Classic flap要大很多的 CIF它的隔层比较的多 但其实容量还是蛮小的 Shanela的这些包包它的皮质都是比较硬的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它就不会让你感觉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会有一些变形的这种状况在 所以说投资一个 它还是蛮值的 Le Boy它其实不同的材质 还有不同的纹路 真的是选择心太多了 我这个呢它是V字纹 我个人感觉就是会比较的现代感强一点 更加时尚一点 还有一款就是他们家 特别有名的菱形纹 也是Chanel的包包里很多款 是都会出的一种纹路了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这款Le Boy呢也是中号 我感觉是实用性最高的 但你如果平时穿搭想要搭配一些裙装的话 我建议是买Mini的那款 可能是更加的实用一些 然后呢就想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Mini的Gabriel 它是一个红色的这款 它们家的配色气也特别多 各种不同的皮质 还有颜色也都是很多种选择的 这款买的时候 贵姐说是最后一支 因为这秋冬款嘛 马上要上春夏的这个款式了 不知道大家买包的时候没有同感 就经常你看到一个非常心意的包包的时候 贵姐都会告诉你 这最后一款了再也不会出了 如果你不买就不会再有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一般都会觉得 哇塞这个不得不买了 好吧 它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双链条的设计 我们很少看到在一个包包上面 是有金链和银链同时存在的 它的背法有七种 等一会儿我给大家一一演示的 这个流浪包包 总感觉它和eat bag 总是没有什么缘分 是因为 Chanela家的CF和2.55 实在是名气太大了 位置实在是难以撼动的 包括11年初的Le Boy 应该是唯一能够进入他们家 这个最热卖军团的一支了 这个应该说是老佛威亲自操刀 花了很大的心血 各路明星也都在为它打扣 为它捧场 但是它也始终没有进入到 Chanela的第一军团了 我个人认为它还是蛮好看的 它的价格也比Le Boy和CF要便宜很多 不到3000的价格 还是很多女生可能都能接受的 首先这款包包 从它的名字上 我们就能看出老佛威对它的良苦用心 我们都知道 其实Coco是Chanela小姐的艺名 它真正的名字是Gabrielle Bonneur和Chanela 所以说佛威也就为了让它成为 新一代的eat bag 给它命名为Gabrielle 我们看一下这个包包内部的设计 它打开链条 我们能够看到 还是有蛮大的一个空间 和Chanela加很多包包一样 它有一个小小的夹 是可以专门放口红用的 旁边这边我们就可以放一些卡之类的 值得一说的是 它里面有一个可以放你的要挂你的钥匙 或者说卡夹的一个挂钩 还蛮实用的 虽然这款是mini的 但其实它真的很能装货 不要小看它里面的空间 其实肚子还是蛮大的 下面的皮质是那种很硬的皮 老佛威自己说 它的这个灵感是来源于军用的那个望远镜 包括现在很流行的AR的望远镜的这种灵感设计 上面的皮质就是比较软 上硬下软也保证了这个包包是不会变形的那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应该你的微博啊 泡泡圈都被这款包包给刷了平 所有的杨幂这种带货女王啊 还有大表姐刘文之类的 各个都是为它打call 我个人认为还是蛮好看的 是因为它有七种不同的背法 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种背法叫做两肋插包 就是首先我们是单肩把它跨在身体这边 然后呢把它链条给抓上来 在你的另一个肩膀上快过 很具时尚感的一种背法 第二种背法就是也是一个斜胯包 但是这边是链条是搭在你的手边 就看起来是比较休闲一点 第三种背法就是斜胯 平时逛街的时候 这样子背就特别的舒适 第四种背法呢 我们可以跟Le Boy一样 把它斜胯在胸间 因为今年比较流行的就是 包包一定链条不要过长 它在胸间的这个位置 特别增加了它的时髦感 第五种背法就是手拎 因为这个链条比较长嘛 建议大家就从中间的时候 先给它窝一下 然后再进行手铃 会更具时尚感 大家在机场这样看到街拍 就都是这种感觉的 第六种背法就是手拿 你把它先在你的手臂 进行一个缠绕 然后呢再让它慵懒的松散的 这样子自然垂下 当做一个手包来背 最后一种背法呢 我觉得就是用来搞笑的 它说是可以直接挂在脖子上 就这种在公交车上的 卖票的阿姨们 就经常是挂一个包包的 这种感觉 好了这就是今天想给大家示范的 Gapriel这个包包的七种背法 跟大家分享就这两款 Classic flap 大家一般称呼它为CF 它是比较女人味十足一点的 我选的这个号呢是中号的 我是1米68 背上它我感觉是刚刚好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出它们两个的区别 我的右手边就是这个羊皮的 它的光泽度是特别的饱满 看上去如果说是你在柜台上看到它的话 你会明显的觉得羊皮的更值得入手 这个也是我买的第一支 当时是没有考虑到就是这个太焦嫩的这个问题 之后发现它真的是有一点太不实用 就是你的指甲 如果你是长指甲的话在上面画一道 就会有明显的这个很难去掉的这个痕迹在 所以真的是如果你要是一个特别爱包的人 我才会推荐你入手羊皮的这个小香包包 但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个操汉子的话 特别推荐大家入手是这个Classic的牛皮鱼子酱 这款呢就是你无论怎么划它 都不会有很明显的这个痕迹在的 这两款包包除了就是皮质上的不同 其他的设计是完全一样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内里的设计 首先它是这个Double Flap的设计 然后翻开到里面 它的容积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 它有两个比较大可以放手机的地方 在这两个中间呢还有一个隔层 是Coco Chanel的小姐说它以前会放口红的 我一般一把我的口红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就是它中间前面还有 你可以放一些你的文件之类的 Coco Chanel的说它会把它的 就是一些零钱都放在这个位置 但我个人感觉它是很容易掉出的 真的不太实用 所以说我经常把我的钱是放在 就是它这两个中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层 就是我的秘密夹层 钱放在这个里面就很安全 你可以把你的护照啊什么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都放在里面 这整个包包只有一个带拉链的地方 就这里Coco Chanel的小姐说它以前是在这里边藏 男生给大家情书的 如果你有些零钱的话 我比较建议大家也可以放在这个里面 是不容易掉出来的 其他的位置除了我刚才讲的 我会把钱放在这里面之外 都是很容易就叮叮光愣的 零钱会从旁边侧面这边会掉出来的 所以大家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这两款包包呢一个是黑金的搭配 一个是黑银的搭配 我个人感觉是黑色搭配银色 会显得就是现代感更强一点 时尚感可能更强一点 黑金的搭配呢就显得女人味更强一点 或者说就显得更典雅更优雅一点 这个包包最独特的设计 我觉得是它的链条 大家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皮穿链的这个设计 就是他们家很有名的 如果你第一款想要入手的奢侈品包包 是CF的话 你有可能会在2.55和它之间进行一个纠结 2.55它其实是一个十字扣的设计 这个CF呢它就是双C扣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CF的设计的 而且2.55它是故意做旧的纹路 看上去就是复古的调调更浓一点 但是CF呢可能就更具现代感一点 对于我来说我也觉得就是2.55它其实它的皮革的设计真的是很特别的 它有很多故意做旧的细纹 看上去就算你背了很多年很多年 也会觉得它一点点没有变样 因为它本来就是复古款嘛 但是CF这款我个人感觉利用率是最高的 它可以很复古 它也可以很现代 也可以很女人就是你穿裙装的时候 它只要就是双肩背就可以搭配你任何比较正式的场合 它都是可以很好的hold住的 但如果你今天穿的比较休闲一点 你也想要背这款包包也是完全可以的 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单列 放在胸前这样子背 它其实也可以很活泼 熬出很多比较时尚的造型 皮质上面就像我刚才已经提到的 羊皮真的是很冒昧 因为它的光泽度是你用了越久 它这个光泽度会越饱满 但是这个牛皮呢就真的是很耐磨 如果说这是你入手的第一款奢侈米包包的话 入手这个牛皮鱼紫酱的应该是完全不会后悔的 但这个羊皮就真的是特别的金贵了 你一定要好好的保养好好的爱它 不然一个操汉子的话真的是不适合它的 毕竟它的价格也不便宜嘛 所以说还是要考虑到它的实用性的 不然我们就真的是要放在家里面高高的供着它了 当你买Sanella包包的时候 它都会送给你这样的一个袋子嘛 只要我们出于旅行的时候把它装在里面 你一般拿出来的时候 还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变形的 因为这个包包很硬挺 所以说你就不怕它会压坏这样子 我觉得投资的价值还是很高的 其实CocoSanella小姐是一个很典型的女权主义者 因为在她那个时代 大家可能都是用那种手包 然后穿着大大的那种裙子 所以说工作起来就不是特别的便利 CocoSanella等于说就是开创了一个世纪吧 她解放了女性的双手 她给大家设计的这种链条包 这样子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工作 她也给大家设计了很多小黑裙 或者说是裤装西装 让女性在这个社会地位上就明显有了一个提升 大家也可以去工作 大家也可以追求你的独立你的自主 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就是CocoSanella包包很贵啊 它可能本来的成本就很低 完全不值它这个价格 但是就是因为它的很多包包的设计里面 其实融入了这个品牌的共情在 也就是提升它本来的这个价值吧 最后想跟大家说一下尺寸的选择了 简单的一个区别方式就可以看它这个零格 中号它一共是有8格的这个零格 稍微小一个的small的是7格 最小的mini的是有5格 稍微大一点的jumbo是有7.5 最大的那款Maxi是有8格 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我们亚洲女生个子比较矮小的话 就是mini和中号会比较适合一点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买的就是Maxi 它真的背上去就包包完全把你给压住了那种感觉 所以说女生的话 小入手第一款生爱包包还是比较推荐这个中号的 价格呢我个人认为CF投资的价值还是很高的 它起初最早的时候是只卖220美金 但到现在已经变成了4000多的这个价格 所以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在这几十年间分了20多倍 它也在一直每年不断的增高 所以说投资的意义我觉得还是很高的 就算之后你可能不喜欢它了 也可以拿到二手店去进行一个售卖 也是很好出手的 好了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点的灵感 在你们购买第一支奢侈品的路上 找收点员网路 买一点自己最心仪的产品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话 请点击上方订阅我 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的视频的通知 如果说你已经订阅我的话 那么我们就下期见啦 拜拜 祝大家心情愉快 拜拜 谢谢大家